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尊敬的老師 親愛的同學 大家好 因為我們在廣州學習 所以我應該說一下願意吧 各位尊敬的老師 親愛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高爾班的詩金座 來自菲律賓 今天很榮幸能站在大家面前發言 當王老師告訴我可以作為我進漢語學院的留學生代表發言時 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為什麼呢 我從沒想到能有這個機會 站在這次節夜典禮上台 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心得 我其實在這個發言稿之前多時又想 我到底是怎麼才能好好的發言 其實我覺得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有一點緊張 所以呢 我也知道現在的時間是最合適能休息的 可能大家很困 所以 這樣才能有精神一點 我帶來了一些菲律賓的產品 所以給你們蘭果乾 嘗嘗看吧 這裡很多 所以請你們 然後 轉給美菲律賓的 好的 那就不緊張 可以的 但不用擔心 我不會收費的 而且我是多生意的人 所以 別擔心 那現在呢 我也吃一口吧 所以我還是繼續吃了吧 放手 我認為人生中有很多事是無法單獨一個人面對的 任何人的成就 都是因為自己的努力奮鬥 和他人的鼓舞支持 才能達成的 所以 我在此要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此外 我相信緣分 我們都來到了這所美麗的中山大學學習漢語 在這裡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屋啊 朋友啊 同學啊 而且在別人最重要的就是男女朋友 這對我來說都是緣分 緣分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大家畢業以後 可以去世界各國的地方 能找你們的朋友 然後去他們的家住免費 然後一起旅遊 那這就是很聰明的方法 是不是 OK 在中大流血的生活發生過很多事情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應 在這裡我要用中山大學 這四個字來概括我在中大以來 學到的所有最深刻的經驗和道理 首先 中 中是代表中國 我去年九月份 剛來廣州的時候 和大家一樣 我也經歷過了 作為新生的各種體驗 比如說 要是要在微信 才能跟別人溝通 然後我知道這個 每個人也說過 所以為了偷偷用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Twitter 而現在在DPM 在校園開學的時候 也迷路了 我也不知道 南 南 北 所以迷路了 而且鍛鍊 獨立能力 做過 擁緊 擁緊的 一切後 才深刻 體會到 中國人是特別特別多 我為什麼來中國 廣州 學習漢語呢 我其實是 隔菲律的華裔 父母都是從福建來的 所以我就想 那麼 我聽到我的漢語學名 將來能回國工作 或是做生意 在這兩個學期內 我經歷了許多難忘的事情 我永遠忘不了 剛來廣州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阻辱 因為我們我家來的人 本來也就比較少 所以沒有認識的同方 而且班尼的同學們 大部分都是老生 他們都互相認識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覺得過了一段時間 我下定決心 主動跟別人交流 後來便慢慢適應了留學生活 最終我認識了很多 親密不見的好朋友 在這裡我想跟你們分享一件 有趣的故事 在我第一個學期 有一次我初級班的幾個好朋友們 就一起去小北門飯館 一起吃飯 然後呢 我便當父親的幫大家點菜 由於我的 由於當時我是廠 這唯一一個高級班的學生 我便當父親的幫大家 就是寫那個菜肚子 由於我的漢語水平 也並不是那麼好 眼看菜單上寫著 甜雞鍋 所以我以為甜雞是跟雞 在同學們的疑慮支持的情況下 點了這道菜 過了不久 有一個服務員 服務員 搬來的一個沙坡 在愛樂光 一拿開 同學們就能吞不願的吃進來 不然有一個同學發現不對勁 把樣子跟著圖相機 所以呢 我就是 好好地拿我的手機 插詞點 甜雞是什麼 所以我才發現 甜雞就是欺負 所以 我也不知道 所以大家知道 突然停下了筷子 每個人僵硬的表情 立刻是當時的氣氛面的 異常詭異 像是吃了什麼東西 最後 國人單定的說 那不吃了我們走吧 所以 從這故事中 我們可以明白 即使你中文再怎麼好 也必然是有一點的休息的 那下次 所以為了你補他 就應該努力學習 其次 山是代表文化合合 在這裏我瞭解 許許多多的國家文化 舉例來說 我的韓國朋友 叫我在吃飯之前 應該說一聲 他們喊 還是跟日文的朋友們也說 いただきます呀 所以 而且 我最喜歡的是韓國人 叫我的 如果 我能說的一件 沒有意思的話 或者是開玩笑 失敗的時候 應該說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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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 這個意思呢 就是冷冷的意思 還有西班牙語 還有西班牙語 ODA COMPANYEROS TENGO AMBE 對 對 然後台語的PONG PONG PONG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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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意思是我的心很難過 對 這意思是我的心很難過 離開網絡 這個 這句話的特質 所以呢 很奇怪 朋友們緊張叫我 奇怪的 所以 總的來說 雖然我們之間 都不可以 目前存在著 一座 隱形的文化區山 但我相信 現在的我們已經 啊 征服了這座山 我們的心走得更近了 再次 大就是 非常想感謝 所有的老師們 啊 援助生們 幫我們做了很多活動 啊 和 辦公室職員 很大的幫助 你們都辛苦了 你們每天都很耐心的 教導我們 啊 這些學生 沒有你們的幫助 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們 我相信 我們學會了看語 都是歸功於 老師們的心情導動 最後 學 就是說明 學習十分重要 老子都 鼓音說得非常好 虛心使人進步 驕傲使人 落後 英文的翻譯就是 What is he leads to progress Iran's gay syndrome behind 我真的同意這句話 我認為我們不可以因為 學了一點看語而感到驕傲 應該持續不斷的學習 這是很難得的 此次受 教育的機會 所以我們不僅要 好好抓住這個機會 努力學習 而且要相信我們的未來 充滿著希望和光明 總而言之 現在的我回國 後可以挺起 驕傲 驕傲的說 我在中山大學 留學後 變成了一位更成熟 而又鼓勵的人 每萬里程 都會有終點 這個是無可待遇的事實 但是我相信 我們在這裡度過的時間 世界隊不會忘記的 時光匆匆流逝 我們儘量要真心和朋友們一起過的日子 無論我們是哪國人 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學好漢語 以及為了達到我們最初的夢想 我們的人生只有一次 大家相互觀愛 每天過著幸福和快樂 這次對回國的朋友們 不應該說再見 我覺得最合適的詞 就是一輪見 對 所以一輪見 因為世界那麼小 不久的將來 緣分肯定會來臨 使我們在互相聚一堂 一起來 對於 曾經在中大留選的 所有美好時刻 那我的發言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祝你們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 大家很開心